我们现在来考虑的是 以函数来包围的一个积分区域 那么我们从立体来解释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重积分 其中的话 Omega的话是一个半月形的图形 这个地方Omega 上面那条线是Y等于X 下面这条弧线是Y等于X平方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重积分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在做这个计算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它的范围 这个坐标是多少 所以我们的话 要先做一个连立的动作 做这个连立的动作的话 零零 好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来考虑的是这个重积分 把它改为叠积分来计算 重积分6X平方Y 我把它改为叠积分 现在来看怎么做 这个做法的话 要简单一点的话 是这样看的 函数的话都是Y 上面的Y跟下面的Y 各位同学看 上面的Y都是这条线 下面的Y是这条线 于是我们要把它改为叠积分 怎么写呢 6X平方Y 还是一样 现在Y是函数 那X的范围的话 我们就把X写在外边 X的范围是 从左到右是0到1 Y的范围 Y是下面的Y叫做X平方 上面的Y叫做Y等于X 我们这边就写 Y等于X平方到Y等于X 好这样子的话计算 现在我们先计算内层 继续下去 等于0到1 这边对Y来积分 所以我们就直接改成 3X的2次方 Y的2次方 对Y来积分 Y的一次就会变2次 前面要补一个1分之1 跟6抵消掉了变3 然后X平方到X DX 来继续写下去 现在这个X带进去 扣掉X平方带进去 这边是3X的 X平方带进去 我们合并起来就变成了 3X的4次方 减掉X平方的平方 变4次方 4次方再跟它合并起来就变成了6次方 这边我们框起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积分 我们继续做下去 这边4次方变5次方 所以变成了5分之3 X的5次方 减掉 这边6次方变成了7次方 所以减掉7分之3 X的7次方 范围0到1 1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1带进去 没有问题 全部带进去 0的话全部变0了 所以是5分之3 减掉7分之3 这变成了 35分之6 所以我们这个重积分的值 就是35分之6 我们的话计算出来了 这个重积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